- 大家早,我是Jordan 現在大約是上午的4點26分 帶大家去台南的台南二寮光字艇看日出 我們現在就出發囉 今天會介紹的四個景點 大眾運輸工具都不方便到達 我會把Google Map定位點連結 放在我影片下方的說明欄給你們參考 現在大約5點37分 我找了我後面的位置,是路邊的位置 今天太陽的日出,預期時間大約5點45分 今天有一點飄馬貓魚 已經超過日出時間了 其實有時候出來拍片 都會有一些不期而遇的事情 像今天出來拍片就認識了 我生了兩個台南在地的好朋友 打個招呼打個招呼 大家好 好,待會我會再去別的景點拍一拍 很可惜的今天過來影比較多 所以沒有看到很明顯的太陽 不過有隱約的看到太陽 看起來倒是很像月亮 草山月世界位於台南市佐鎮區 和高雄市內門、田寮、燕巢區的寧遠二地連成一片 地質鬆軟 加上草山溪、鋼陵溪等河流切割地表 荒廣的尼吉城在佐林草山村 勾勒出一片遼闊的坡墨土 由鋼陵村往草山夜世界的路上 沿途所見 竟是山林林苟明眼的景觀 以及清脆赤足 隨著世紀成分的變化 草山月世界的面貌 是面目真寧也是如願朦朧 在觀日亭對面的一條小路往下走 這邊有一個景便的廁所 還蠻方便的 越世界還有很多景點 現在我們去看耀岳吊橋 這裡是屬於青灰寧原地質 經過雨水沖縮還有風化 所以可以看到越世界這邊到處都是像這種 很特別的地形 前面那邊就是耀岳吊橋了 這個耀岳吊橋以前是李德興吊橋 後來蓋了這個耀岳吊橋 這個新的耀岳吊橋寬約1.6公尺 長大概105公尺 本吊橋位於已拆除的李德興吊橋之原址 舊橋由左鎮巷公所於民國62年左右興建 作為當地住戶對外交通運輸用途 後一年久失修至不堪使用 公所遂於民國86年在吊橋上游 建造一座水泥橋以取而代之 提示民國89年台南縣政府 為發展草山越世界觀光旅遊 於執行創造成鄉興風貌史 將舊橋拆除重建為觀光吊橋 並於民國90年4月的進攻 使草山越世界興天一盛景 我們現在來走正越世界的另外一個景點 大峽谷 南部像這種火焰山地勤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高雄的田辽 另外一個就是在台南的左鎮這裡 是不是真的很有FU 越世界這種奇特的景觀 在地理學上稱為惡地 西雨水與河水在之地軟弱 色塵清灰且劣寒鹽子的霓園區 今年累月底強烈侵蝕 而成的荒涼崎嶇之地形 霓園本身顆粒細小 交結性十分疏鬆 透水性低 因此與雨水就變得十分滑軟 順波向下流動 植物生長相當困難 只有耐旱的刺主生長 所以到處同山左左 深層霓園柔肉 冷極和溝谷密布 是霓園二地形的一種特有景觀 我們現在來到越世界的另外一個景點 308高地 這邊的海拔大概308公尺 所以可以用更好的視野看到前面的火焰山地形 右邊那邊還有土基層 所以來這裡如果肚子餓的話可以去土基層吃吃東西 這邊比較可惜的是前面有兩棵樹長得比較高 所以稍微會遮到視野 想要欣賞草山越世界的奇景 可前往位於高雄市內輪鄉 台南市佐政區和隆崎區交界的高地 由於海拔約為308公尺 因此統稱308高地 當地居民稱為旺高寮 是附近山暖的最高點 不僅可欣賞到草山越世界的景觀 也可將江南平原 台南沿海景致納入原底 今天介紹完台南越世界的四個景點以後 現在差不多9點半 也該回家吃早餐了 如果你們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Jordan到處走 下次再見囉 拜拜